第九十六章暴揍 苏二狗回头望撂望 问苏小小道 姐 他们是在和咱们说话吗 这里除了他们 似乎就没别人了 苏小小淡定地嗡了一声 应该是吧 该来的还是来了 紧急吓唬他们不成 又不敢真的当街暴力撵走 于是开始耍阴招了 从孙掌柜到河掌柜 就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但很显然 这个新来的河掌柜 比孙掌柜更嚣张霸道 更无所顾忌 他娘的 老子让你们站住没听见吗 是聋了还是傻了 对方见姐弟二人不理他们 与其越发不善了 苏小小在心里盘算了一下 从这里到村子的距离 至少还有三里地 跑是跑不过的 毕竟 他就算减掉了二十斤 也仍是一百八的大体重 跑不跑得过暂且不提 跑完自己的一双膝盖 怕是要废了 那就只能硬伤了 苏小小停下了脚步 转身望向他们 苏二狗见苏小小停下 也跟住一起转过身去 他是从小打架打到大的 害怕 不存在的 苏小小的目光 自对面一扫而过 出乎意料的 竟然发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有几个是上回 跟住孙掌柜一起出来行动 将苏二狗摁在地上摩擦的 为首的汉子不在 这次领头的是一个刀疤男 适才对住姐弟二人放狠话的 是他身边的三脚眼小弟 姐 好像是上次那几个苏二狗也认出来了 但又不全是 这也不奇怪 在道上混的 也不全是拧成一股绳了 有些人跟住跟住就散了 丫头刀疤男开口了 你们胆子很大呀 苏小小呵呵道 一般一般 也就比你们这些耸淡玩意儿 大一点耸 耸淡玩意儿 所有的小混混们大吃一惊 这像是个丫头骗子 能说出来的话吗 你他妈真不是个爷妈吗 苏二狗冲自家亲姐 竖起大拇指 姐 骂得好 刀疤男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身旁的三脚眼小弟 立声呵斥道 骂谁耸淡玩意儿呢 信不信老子抽死你 苏二狗小妖一插 来呀 有本事你来抽呀 小爷我等住呢 不来是孙子 你 三脚眼气坏了 刀疤男抬手 制止了他冲过去的动作 对苏小小说 丫头 小小年纪 四处树敌可不好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心里有数吧 三脚眼道 大哥 和他们废话这么多干什么 让我去教训他们 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刀疤男接着道 你们只要答应 从今往后 不再去镇上做生意 再给哥几个 磕几个想头 我或许可以考虑 下手轻一点 苏小小道 废话少说 要上就上 打嘴炮仗 我可不奉陪 苏二狗大声道 对呀 要打就打 娘们儿鸡鸡鸡鸡的 是不是男人啊 你他娘的 骂谁不是男人呢 三脚眼彻底被激怒 也不等自家大哥发话 抡起拳头 便朝苏二狗扑了过去 别看苏二狗年纪小 反应速度却不慢 他等着对方靠近了 一猫身 躲过对方的拳头 同时自己也出了拳 狠狠打中对方的腹部 三脚眼被打得后退好几步 小子 他捂住闷痛的肚子 震惊又愤怒地望向苏二狗 臭小子 你找死 刀疤男也看出苏二狗 不是省油的灯了 你们也上 与苏二狗交过手的 几个混混一窝风地涌上去 打算顾忌重施 像上次一样 用身体当沙包 将苏二狗死死地压在地上 苏小小早有防备 排起小胖腿 一脚将冲在最前面的 小混混踹飞了 随后 他又轮起小胖拳头 一拳一个 走你 他可不是苏二狗那样的 轻瘦小少年 他的小胖拳是很有力量的 窝草 一个小混混的牙被崩飞了 哦 另一个小混混的胆汁 都被揍出来了 姐 打得好 苏二狗一边与人交手 一边不忘夸赞自家清解 可以说是迷地本地了 姐第二人 打了小混混们一个措手不及 但这仅仅是第一波小混混 刀疤男与另外五个汉子 还没出手了 苏小小能明显感觉到 他们的呼吸 与其余小混混的不一样 他们是真正的恋家子 大哥 三脚眼被苏二狗骑在地上 一拳一拳 揍得面目全非 刀疤男终于动了 他比了个手势 身后五人 骑骑闪身而上 苏小小眸光一领 好快的速度 这不是普通的混混 是正儿八经 大虎人家的护院了吧 若说孙掌柜只是带几个小混混 撑场面吓唬他与苏二狗 那么 这个信和的 就是当真想狠狠教训他们姐弟俩 几人其实也看出来了 苏小小比苏二狗能打 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心领神会的朝苏小小围了过去 离我姐远一点二 不许碰我姐 苏二狗见状大怒 最后给了三脚眼一拳头 起身就朝几人扑去 然而他尚未近身 便被其中一个混混抓住了胳膊 对方将他的手反捡在身后 整个人压倒在地上 一只膝盖抵住他的后腰 这个姿势 撤走了苏二狗的全部力量 让他再也无力反抗 苏小小眸光一按 二狗 五个人里 一个去制服苏二狗 另外四个将他团团围住 刀疤男来到苏二狗身边 一只脚踩上苏二狗的右手腕 丫头 束手就擒 不然我踩断他的手 一篓子朝前面的人套了下去 刀疤男猛地抬脚 苏小小发挥了难以想象的速度 像一个小炮筒 朝着刀疤男搜得撞了过去 刀疤男被无情撞飞 苏小小自己也摔得够呛 脑子都瘟了 一个小混混抓起地上的棍子 朝着苏小小的后脑勺 狠狠地闷了下去 苏二狗勃然变色 解 千钧一发之际 一根擀面杖凌空飞来 羞地打中了小混混的后膝 小混混啊的一声 跪在地上 手里的棍子掉了下来 是苏成 他抓着一把杀猪刀 凶神恶煞 欺负我苏成的闺女 你们全都不要命了 第九十七章吊打 刀疤男眉头一皱 哪里来的男人 方才他扔的是擀面杖吗 隔得那么远 竟也能如此精准 练夹子 他手里拿着的是杀猪刀吗 这他娘的是个啥兵器 苏老爹的到来 让苏二狗嗷嗷直叫 爹爹爹 你来了 苏成从儿子身边走过去了 压在苏二狗身上的小混混 哈喽 苏成把摔在地上的大胖闺女 扶了起来 话风秒变 宠力地问道 闺女 你没事吧 众人目瞪口呆 你轮刀砍人的架势呢 苏小小镇定地说道 没事 苏老爹威武霸气地说道 你在边上歇住 让爹来对付这群杂碎 爹 这个给我 苏小小指了指 他腰间挂住的弹弓说 这是小虎的弹弓 三个孩子去拉臭臭 小虎一边拉一边玩弹弓 不专心拉臭臭 苏老爹就给没收了 出门时代出来了 自己都没察觉 行 你拿着玩 苏老爹把弹弓给了苏小小 苏老爹先是将苏二狗解救了出来 苏二狗就没有去边上 坐着玩弹弓的待遇了 苏老爹道 你打一个半 剩下的交给我苏二狗愣愣道 爹 咋叫一个半 苏老爹指着地上半跪住的小混混 那都被我伤了膝盖 行动不便 只能算半个 苏二狗 我父子俩二打五 苏成没有正儿八经的与人拜师习武 全是自个儿琢磨的 招式很杂 胜在实用 苏二狗继承了轻爹的打法 没有任何花架子 却拳拳到肉 一个小混混从后面悄无声息地靠近了苏二狗 苏二狗往后一脚踩上他脚背 抓住他手腕 一个过肩摔把人扔到了地上 苏老爹直呼漂亮 你刚刚那招是啥 苏二狗道 姐夫教的 我也不知道叫啥 嗯 女婿真能干 回去给女婿加鸡腿 敖屋 苏老爹的屁股上挨了一脚 苏小小福额 别分心啊爹 你们在何人前嫁 原先被苏小小坐趴下的那几人 又恢复了丝丝体力 开始来当脚屎棍了 他们打不过 可他们也能缠着父子俩 让他们发挥不出最大的实力 苏小小颠了颠手中的弹弓 自地上捡了一颗小石子二 羞得弹射了出去 打针手生 这个都不会手生 学医是后天的努力 可他的身体素质 以及射击的天赋 是与生俱来的 彭扶捐刻在了他的脑电波里 他一打一个准 不论多刁钻的角度 无意虚发 几个小混混刚起来 便被打到腿麻 这下是真不敢再成能了 见自己带过来的人 渐渐落了下风 刀八男也加入了打斗的行列 能让那么多小弟幸福 刀八男确实是有几分本事的 他让苏承赶到了棘手 并且他也注意到了 从旁偷袭的苏小小 十分狡猾将自己的站位 锁定在苏承与苏二狗之间 不给苏小小拿弹弓打他的机会 一番交手下来 苏二狗与苏老爹都吃了几个拳头 刀八男吃得更多 就在此时 刀八男注意到了苏老爹的破绽 他用的是左手 且他一直在避免右手受力 他不是左撇子 是右手受了伤 刀八男心中狂喜 在强大的对手 一旦有了破绽 也就与寻常人无异了 刀八男使了个虚招 单手一绕 搅住了苏承 持着杀猪刀的左手 苏承的右手受了伤 必定是接不住这一招的 一旦人的脾葬破裂 那么等待他的 只有失血过多而死 然而就在这一刻 一便突生 苏承的右手紧握成拳 硬生生地对上了他的铁拳 咔 咔咔咔 刀八男听见了 鼓裂的声音 不止一触 得逞了 他把这个男人的手 彻底废掉 等等 不对 这个男人又轮起了右拳 朝住他的面门 急驰而来 怎么可能 他的手不是已经 一直到鼻血狂喷地 倒在地上 面部的疼痛 混合住左手的剧痛 一阵阵朝他袭来 刀八男才意识到 鼓裂的是自己的手 怎么会 他的观察不会出错的 这个男人的右手 就是受伤了 习惯不会骗人 那不是伪装出来的 可为何自己的拳头 让对方的伤手 硬生生接下了 还把自己打到鼓裂了 呆 苏二狗蹦过来 一擀面杖 闷晕了刀八男 余下几个 见大势已去 装死的装死 逃命的逃命 苏承没去追 也没让苏二狗去追 一是跑得全是小喽啰 大的已经让他干倒了 更重要的是 闺女还在这儿呢 保护闺女最要紧 爹苏小小站起身 拍拍裤子上的尘土 快步走过来 看住他的右手道 你的手没事吧 刚刚那一拳 他也惊到了 能把刀八男的手打折 可见苏老爹是下了狠手 他很担心苏老爹 好不容易养得差不多的手 又就伤复发 苏老爹活动了一下手腕 好像没事 真的吗 让我看看苏小小 轻轻抓过他的手腕 反复在穴道上一一按压 疼不疼 不疼 苏老爹说 麻麻的感觉呢 苏小小问 苏老爹仔细感受了一下 摇头 也没有 从手腕到指节 再到指尖 苏小小检查得非常仔细 苏老爹正正地看住自己的手 闺女 我的手 好像真的好了 刚刚打出那一拳 是求生的本能 也是无奈之举 打出去后 他其实就做好了 再度废掉的准备 他还想着 白浪费了闺女买的药 一定花了不少银子 苏小小拉住他的手 爹 我们赶紧回去 他迫不及待 想要测试一下 苏老爹的握力与万力了 苏老爹道 唉唉唉 可是这些人 苏小小拉着自家爹爹 快步往前走 别管他们了 比起几个找茬的小混混 当然是苏老爹的康复最要紧 他很期待自己测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 等等 苏老爹严肃抬手 干嘛 苏小小一头雾水 苏老爹走到每个人身边 把他们身上的银子搜刮了 一个铜板也没剩下 一看就是老江湖了 苏老爹满意的挑挑眉 好了 可以走了 苏小小道 二狗 跟上苏二狗抓起地上的碑笼 好嘞 苏老爹扭头提醒 赶面杖别忘了 旧的洗洗还能用 去买个新的药物文钱呢 第九十八章痊愈 一星人离开后不久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 一个黑衣人也鬼魅一般地离开了 大人小苏家的后院 黑衣人单膝跪地 向卫庭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三小只坐在卫庭边上 给小马仔梳毛毛 小马仔很乖 他们更乖 他们是娘亲最喜欢的乖宝宝 三小只对黑衣人的到来 并没有太大反应 像是习以为常 也像是并不感兴趣 倒是黑衣人 错愕地看了眼三小只 一时间没太感人 记忆中的三个小公子 瘦瘦小小的 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时刻担惊受怕 眼神里都是金句 如今他们更像是 普通的小孩子了 养得白白嫩嫩的 无忧又无虑 让你办的事如何了 卫庭淡淡地问 黑衣人低声道 属下 没出手 卫庭眉头一皱 为何 黑衣人委屈道 并非属下不愿意 而是 而是属下没机会 那一家子是些什么怪胎呀 明明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 咋一个比一个能打 他台词都想好了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而等无须言谢 江湖再见 再甩一个潇洒的 掉乍天的背影 那是英雄的巅峰啊 可是那一家子 完全不给他 一展拳脚的机会啊 卫庭对此倒也没太意味 你退下吧 大人 他们回来了 黑衣人搜的闪没影了 若是牛蛋在这儿 一定会经得目瞪口呆 三小只很是淡定 继续给小马仔输毛毛 苏小小到家后 先是享受了一番 三小只的门娃 一条龙服务套餐 轻轻抱抱举高高 他轻 他抱 他举高高 好吧 到底是谁服务谁 随后 他就开始为苏老爹 测试右手的握力 与万力了 他手头并没有专业的精密仪器 不过古人也有古人的办法 苏老爹从前练手的时候 是用粘土 木块 石头与秤图来练的 受伤前 他的握力挺惊人的 能轻而易举地捏碎一块石头 受伤后 他连一个鸡蛋也捏不碎了 苏小小找来粘土 他不费吹灰之力 苏小小又找了一个嫩竹筒 他用了些力道 成功将其捏爆 老竹子就有点儿吃力了 可不论如何用力 他也不会感觉到任何不适 苏小小又让他试了试抓秤图 秤图只有20斤 三小只把自己挂在秤图上 一只25斤 苏老爹能抓起两只 算上秤图的重量 这就是70斤了 对一个守费了多年的患者而言 这简直是重生再造的惊喜 刚刚那个拳头 铁定不止70斤 当然了 打拳与抓握本就有所不同 另外 方才也是危机之下的潜能爆发 不代表平时的状态 但苏承有信心 距离抓起200斤大刀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药房的药是真心好用啊 苏小小打定了主意 不论如何 也要为苏老爹 弄到第三瓶壮骨颗粒 说不定能突破200斤呢 说不定苏老爹 就成爵士高手了呢 好吧 他想多了 不过痊愈之后 再来一瓶药巩固疗效 也是很有必要的 苏老爹的伤势 似乎冲淡了紧急事件带来的眉头 一家子又开开心心的 该干嘛干嘛去了 苏小小去造屋做饭 魏婷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你 不想说点什么 苏小小从碗柜里拿出砧板 什么 魏婷道 得罪了镇上最大的点心铺子 今天没遭遇点什么 苏小小呕了一声 你说那个 他们是派人来围堵我们了 可我们打赢了 魏婷淡淡说道 打赢了一次而已 难保他们不会来第二次 第三次 你就不担心 他们会有后手吗 苏小小抓过一个洗好的红薯 开始切钉 我担心的话 他们就会善罢甘休了吗 不会 对吧 所以你看啊 担忧是一天 无忧无虑是一天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为什么不选择痛痛快快的呢 我们应该想的是办法 不是天了我好害怕 担惊受怕是世上最内好 最无用的情绪 再说了 不是还有句话叫 冰来降挡水来涂眼吗 我这么聪明 怎么会怕了一个小小的警记 他若是连警记都搞不定 日后也别想做什么大生意了 回家躺平吧 魏婷难得没有对他一句 口气不小 苏小小眨眨眼 眸子亮晶晶地看住魏婷 我的话是不是很有哲理 很让你触动 让你对我刮目相看 觉得与我相见恨晚 魏婷 警记这事没完 苏小小是沉石墨收摊的 和掌柜派出去的打手 是在一刻钟后追上去的 和掌柜很有信心 里面有几个是他花了大价钱 从府城请来的高手 是专程给府城有地位的人家 做护院的 原先是用来撑场面的 没想到拿去对付一对乡下来的姐弟了 真是杀鸡用牛刀 然而一直等到傍晚 警记几乎要打烊了 也不见那些人回来复命 他叫来心腹小二 人呢 小二道 可能在路上了吧 和掌柜冷声道 你不是说他们住得不远吗 小二嘀咕道 我打听的是不远 兴许是打听到的消息有误 正说话间 三脚眼一身狼狈地上楼了 见他这副被人做得 亲爹也不认识的样子 和掌柜与小二的眉心 齐齐一跳 你咋弄成了这样 小二问 三脚眼将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时地说了 和掌柜一脸狐疑 三个乡下来的你腿子而已 当真不是你在诃骗我 三脚眼对天发誓 我若有半句虚言 让我从此生儿子没屁眼 和掌柜气坏了 几个本地的混混 输了就输了 可里头有他从府城带来的高手啊 居然没打过三个乡八老 一个小子 一个胖子 一个 提着杀猪刀的庄家汉 怎么想都让人不敢置信 和掌柜的心情糟透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锦记摊上大石儿了 他们的蛋黄没了 做不出蛋黄酥了 和掌柜不耐道 做不出就做不出 不是还有别的点心吗 又不是少一样点心 锦记的生意就没了 账房先生提醒道 可是咱们不是承接了七元外家的生意吗 七元外的母亲七十大寿 点心是交给咱们锦记来做的 其中就有老婆饼与蛋黄酥 是七元外点名要的和掌柜皱眉 什么时候接下的 账房先生道 是孙掌柜在的时候 七元外是姓花镇的地位最尊崇的老爷 自己富甲一方 儿子又在府城为官 县太爷在他面前都不敢轻易放肆 可想而知 若是弄砸了七家的寿宴 紧急的下场就惨了 第九十九章吃醋 和掌柜做生意这么多年 学会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永远不要高顾了人的良善 别以为那些权贵老爷善名远扬 就真以为他们是宰相肚里能撑传 有时反而越是这种人 越是不容许底下的人出错 况且 这不是普通的点心 是七元外点名了要的 只不定是他的母亲喜欢吃 寿宴上少了他 还得了 和掌柜问道 寿宴还剩多少日 帐房先生道 三日和掌柜的脸色一沉 怎么不早说 早说的话 他就暂时忍一忍那对姐弟了 帐房先生心道 这是年前就吩咐下去的事 后厨记住呢 到日子就会做 又不劳您费什么心 只是哪里料到 您新掌柜第一天上任 便把供货的姐弟俩给得罪了呢 孙掌柜在这儿的这些年 手段光不光彩 暂且不提 经营是妥妥当当的 紧记上下也管理得紧紧有条 出了这等茬子 纯粹是和掌柜的锅 和掌柜头疼的问道 还剩多少咸蛋黄 帐房先生硬住头皮说道 一个也不剩了和掌柜冷声道 不是才供了货吗 帐房先生无奈地说道 供了一百个 早做完了 厨子们试吃了两个 其余的昨天也全部卖光了 今儿还有客人来问 怎么蛋黄酥就没了呢 和掌柜气得一拳头 砸在了桌上 苏小小并不知自己的一个 自认为并没有任何鸟用的制裁措施 竟好巧不巧地摁住了紧急的喉咙 她正在清点小杯楼里的东西 她拍拍自己的脑门儿 昨天从福大娘那儿 拿回来的红枣和银耳 忘了给苏玉娘送过去了 爹 二狗 大虎二虎小虎 我出去一趟 堂屋里 唯一没被点名的魏婷 脸色有点儿臭 老苏家今日格外有些热闹 潜水村的郑家人上门了 来的是苏玉娘的相公郑元伯 与她的大姑子郑兰秀 苏玉娘在娘家生孩子过年 村里多少是传了些闲话的 只因是老苏家 乡亲们惦记曾经的恩情 明面上没讲得太过分 可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得而知了 老苏家的门是开着的 苏小小静字走了进去 堂屋空荡荡 一个人影也目有 倒是苏玉娘的屋子里 不断有谈话声传来 玉娘啊 你孩子也生了 年也过完了 该回去了 苏小小对这声音有点儿印象 应当是来自苏玉娘的大姑子郑兰秀 你一段日子不在家 可把新格儿惦记坏了 是吧 新格儿 啊 是 是啊 玉娘 你快和我回去吧 想让我和你回去 你先让那个贱人滚出去 贱人 嗯 他似乎听到了了不得的事情 苏小小继续竖起耳朵 道手的八卦 不听白不听 郑兰秀语重心肠地开口道 玉娘啊 你听大姑子一句实话 新格儿心里没别人 当初是见他可怜 才收留了他 谁曾想 他竟是对新格儿 新格儿也是一时糊涂 事后后悔极了 新格儿是想把人送走的 可他肚子里又怀上了 家中二老不同意 这才暂时把人留下 不过你放心 新格儿对你才是真心的 你是新格儿明媒正娶的妻子 谁也约不过去你的 将来等孩子生下来了 就记你名下 立马把他送走 苏玉娘情绪激动地说道 现在就让他走 还有 我不要他的孩子 让他们娘俩全部给我滚 这之后 郑兰秀又耐着性子劝了几句 苏玉娘一个字耳也不听 就一句话 让那个女人 带着肚子里的孽种 滚出郑家 郑兰秀终于被逼急了 原形毕露 尖酸刻薄地说道 你自己生不出儿子 就不许别人生了 你是想断了我们郑家的香火吗 成亲三年才怀上 我当你能生个什么呢 还不是个 后面的话他没来得及说 苏晓晓便听见了一声 他的惨叫 下一秒 郑兰秀捂住额头上的大包 狼狈不堪地跑了出来 苏玉娘 你就在娘家待着吧 我看你能待到什么时候 新格儿 我们走 郑兰秀抓着弟弟的手 一边走一边痛骂 当初怎么取了这么个 不讲理的泼妇进门 二人与苏晓晓擦肩而过 新格儿搭拉着脑袋 一副窝囊肺的样子 郑兰秀瞥了苏晓晓一眼 他在气头上 没搭理任何人 头也不回地走了 挨兰秀 方氏追了出来 不许追 苏玉娘生气地说 你呀 方氏恨铁不成钢 瞪了女儿一眼 一转身 见到了堂屋里的苏晓晓 方氏一震 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可他望着坐上牛车的正蓝袖 又顾不上苏晓晓 迈着小碎步 追了出去 苏晓晓进屋时 苏玉娘正捂住脸 压抑痛哭 听到有人进来 苏玉娘立马深吸一口气 放开手 做出一副 不曾哭过的样子 他抬眸看了一眼 见来的是苏晓晓 震惊之余 似乎又有些别的情绪 你来做什么 他抹掉眼泪 语气冷漠地问 苏晓晓想了想 歪头 看你笑话 苏玉娘狠狠瞪了苏晓晓一眼 苏晓晓贪手 我说我不是 你也不信那他走上前 将一个小篮子递到他手上 干嘛 苏玉娘语气如常 声音却依旧是哽咽的 干红枣和钱银耳 补血义气 另外苏晓晓瞥了他一眼 治疗便秘 好几日没上茅测了吧 苏玉娘一夜 产后容易便秘 是最常见的产后病之一 而银耳富含大量膳食纤维 能促进肠道蠕动 要是吃了银耳还不行 就试试这种梅子 苏晓晓递给他一罐子干梅 这种梅子 与他前世吃过的西梅类似 功效口感都差不多 堪称人间喷射机 但又并不是西梅 而是一种大粥的特产 呜 福大娘那的好东西真不少 苏晓晓的指尖点了点罐子 友情提示 不要相信自己的任何一个屁 苏玉娘 苏晓晓摆摆手 我走了 还要去得春秀姐送 苏玉娘看了看她 为什么先给我送 苏晓晓道 你家近啊 我家住村委 李家住村头 你们老苏家在中间 我不先顺道给你送来 难不成拎着一篮子前货 都一圈再过来 不嫌累得慌 苏玉娘道友 你不是减肥吗 苏晓晓服了她了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我稀罕你苏玉娘 在我心里 你苏玉娘比春秀姐重要 行了吧 苏玉娘冷笑一声道 我以为你是不想还我银子了 苏晓晓的眼珠低溜溜一转 可以不还吗 第100章断货 不还是不可能的 苏玉娘淡淡一笑 你要是讨好我 我可以考虑不受你的利息 以这小胖子的骄傲 怎么可能拉下脸来 苏晓晓一秒变脸 无比狗腿地说道 哎呀 玉娘 你口渴不渴 肚子饿不饿 生活过得好不好 有困难和我说苏玉娘 从老苏家出来 苏晓晓上了一趟老里头家 把红枣与银耳给了前世 告诉前世怎么熬制 少放糖 一定得少放 她叮嘱 不是为了减肥 是为了健康 糖吃多了真的不好 知道了前世如今是不怀疑苏胖鸭的医术了 苏胖鸭说啥 她就听啥 前世给苏晓晓 拿了一篮子新鲜蔬菜 苏晓晓没有客气 开开心心地提着蔬菜回家了 到家后 发现糖屋里多了一对母子 是王赖子家的左邻 妇人罗氏 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孩子生得多 日子过得也苦 看上去像有三十了 她怀里搂着一个六岁的小男童 母子二人的眼眶都红红的 身子也战战兢兢的 看得出来他们很害怕 可又不得不忍住这骨子害怕 闺女 你回来了 苏晓道 狗蛋被鱼刺卡住了 家里得喝了醋 也吞了饭 还是疼苏胖鸭懂医术的事 在村子里传了有一阵儿了 可乡亲们忌惮她曾经的恶名 并不敢真上门找她瞧病 除了苏玉娘 这对母子是头一力 苏晓晓朝母子二人走过去 让我瞧瞧母子二人的身子 色缩了一下 苏晓晓 不是 我有那么可怕吗 明明那么害怕 人是上门来找她 可见狗蛋的情况有点而言重 把孩子给我 苏晓晓对罗氏说 让你给啊 苏晓道 罗氏身子一抖 就快哭了 她后悔了 她是为啥要带住儿子上恶霸家来 她不瞧病了 行吗 苏晓晓把狗蛋带进了自己屋 狗蛋吓得哭都不敢哭 别害怕苏晓晓说 她打开急救包 取出一次性的鸭舌板与镊子 张嘴 让我看看狗蛋不敢 苏晓晓对外喊道 大虎二虎小虎 三小只呲溜溜地跑了进来 娘 苏晓晓对三人说 张嘴 让娘检查一下三人仰头 往后扑拢住自己的小胳膊 乖乖张嘴 苏晓晓给三人检查了一下 拿了三颗自己做的小蜜枣 递给三小只 好了 今天的小牙牙很健康 去玩吧 三人得了小蜜枣与娘亲的表扬 开心得不得了 一蹦一跳地出去了 你看 不疼吧 苏晓晓对狗蛋说 我就检查一下 啥也不做狗蛋的眼神 往苏晓晓的桌上瓢了瓢 慢吞吞地走了过来 张嘴 很好 嗨一声 刷 苏晓晓的镊子快如闪电 狗蛋压根儿没反应过来 怎么一回事 鱼刺取出来了 苏晓晓拿了一颗蜜剑递给他 表现不错 很勇敢狗蛋抓着蜜剑 兴奋地跑了出去 罗氏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 上上下下地看他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不疼了 狗蛋举起手中的蜜剑 胖鸭姐姐给的罗氏震惊了 真 真是苏胖鸭给的 苏胖鸭居然会给孩子躺了 人的关注点总是千奇百怪 苏胖鸭治好了自己儿子 这才是该让罗氏惊讶的 可罗氏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是儿子抓着蜜剑朝他跑来时的高兴 小孩子的情绪是藏不住的 诚然 小孩子也是很容易哄的 问题是苏胖鸭凭啥去哄狗蛋呢 苏胖鸭是能多收一点诊经 还是能多讹几个铜板呢 讹 讹铜板 苏胖鸭该不会一个蜜剑 卖他十几文吧 苏胖鸭从前就签过这事 乡亲们吃了老大亏了 哦 罗氏身上只有三个铜板 还有事 苏小小古怪地问 罗氏一正 苏小小道 没事的话我要去干活了 这是不收他的钱 苏老爹走了过来 对罗氏威武霸气地伸出手指 两个铜板 罗氏 刘平送完货 驴不停蹄地赶回了村 大鸭 你和二狗没事吧 他猜到警记今日八成 是要找姐弟俩麻烦 寻思着送了货 拿了卤肉钱与预定的清单 就去找他俩 哪知姐弟俩已经卖完回村了 我没事 刘大哥 苏小小从后院出来 真没事儿 刘平表示怀疑 苏小小笑道 真没事儿刘平看了他 又去看了苏二狗 苏二狗的手腕有轻微擦伤 但并无大碍 我一拳一个 二狗子无比实夸是 大求其事词地讲了自己 如何干翻一窝小混混的壮举 刘平听得是心惊肉跳 干活儿去 苏小小严肃道 好嘞姐 苏二狗乖乖去匹柴了 刘平心道 幸亏这一家子是恶霸出身呢 否则哪里干得过那么多小混混 一日 苏小小照例带着苏二狗 去老地方而摆摊 苏二来撵过他们的那个小二 再次走了过来 苏二狗拳头痒痒 若不是那么多客人在场 他就当街把这小子揍成猪了 喂 你们 边去 不知道排队的吗 小二刚要开口 就被一个大娘挤到一边去了 哪里来的人啊 没见大家伙都在排队 要吃点心 后边排去 就是 客人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小二连近身找苏小小搭话的机会 也没捞住 在不知遭了多少白眼后 苏小小今日出摊的200个饼子 又卖完了 姐弟俩开始收摊 小二终于逮住了与苏小小开口的机会 他倒也懒得与他们废话 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说 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已经两天没给锦记供货了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在接二连三的找了他们麻烦后 竟然还能堂而皇之地质问他们不供货 长城若是用锦记的脸皮来做 梦江女怕是哭不倒的 苏小小道 为什么不供货 你们紧记得心里没点数吗 第101章手段 小二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啊 当初说好的 每日供货不超过100个蛋黄 最少也是30的蛋黄 这才过了几天 你们就反悔了 苏小小道 你们紧记倒打一耙的本事 真是闻所未闻 我几时答应了每日给你们供货 有证据吗 你 孙掌柜当初与苏小小谈合作 是留了个心眼的 双方是竞争关系 他担心苏小小会把差的咸蛋黄供货给锦记 上等的咸蛋黄留住自己用 于是他决定先是一段日子 确定两种食材没差 再与苏小小签订正式的采买文书 因此这会儿锦记还真拿不出要求苏小小供货 否则就赔偿巨额违约金的合同来 小二碰了一鼻子灰 灰溜溜地走了 和掌柜 不成 他们不答应恢复供货他在二楼的厢房 将与苏小小的对话老老实实地说了 没添油加醋 主要是放不住 苏小小的原话就够把人气得原地升天了 大后天便是七元外加的寿宴 最迟明晚必须拿到食材 和掌柜的表情阴晴不定起来 小二试探地说道 要不来硬的 和掌柜给了他一个白眼 如果来硬的管用 昨日就奏效了 今早也看不见那闹心的姐弟俩了 小二说完也意识到自己讲错话了 他们派出去的人伤得伤 肿得肿 没一个不哭爹喊娘的 硬的是行不通的 他善善道 要不咱们去别处买 和掌柜看大傻子似的看了他一眼 别处 你是指京城 从这儿去京城 十天半个月也到不了 等买到咸蛋黄 黄花菜都凉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到底该咋办呀 小二是彻底没辙了 跟住掌柜的混了这么久 属时第一次碰上如此令人头疼的人物 找他买 和掌柜说 买 咸蛋黄 小二不太确定地问 和掌柜不耐烦地反问道 谁会单独要咸蛋黄 猜也猜出不对劲啊 小二睁大毛子 买整颗咸蛋呀 那可老贵了吧 和掌柜用杯盖拨了拨茶碗里的茶叶 贵不贵不打紧 有些生意赔了就赔了 最重要的是 七家的寿宴一定得万无一失 小二苦大愁深地说道 那也得他同一脉呀 和掌柜淡道 别让他知道是我们买的就行 楼下 苏小小与苏二狗收完摊了 二人背上杯楼 苏二狗抓了的二狗饼 大块朵一地吃 姐 你真不来一口 很好吃的 你做的二狗饼越来越好吃了 苏小小握紧拳头 你吃吧 我要继续减肥 肉松饼的热量很高的 而且放了糖 很容易打开人的食欲 吃了就杀不住了 回去吧 他说道 嗯 苏二狗啃着饼子 含糊点头 姑娘 姑娘 请留步 一个带着白玉投差的妇人 冲苏小小招手 迈着小碎步走了过来 他四十出头 面容和善 衣着简单 料子不差 请问 有什么事吗 苏小小客气地问道 妇人笑了笑 说道 我当我来晚了呢 幸亏你们还没走 你们家卖的饼子 比锦机的好吃 价钱也便宜 今天的饼子卖完了 苏小小说 妇人笑道 我不是来买饼子的 我想找你买咸蛋 你们家的蛋黄酥 我尝过 用的是上等的咸蛋黄 比我在京城吃的咸蛋黄 也不差了 您去过京城 苏小小问道 妇人苦涩一笑 早些年随夫君进京赶口 待过一段日子 可惜他最终落榜了 我儿子比他出息 不到二十 已经考上了秀才 今年相识 他马上要去府城念书了 我给买点咸蛋 让他带去 不知道你们卖不卖咸蛋 您要多少 原先为了给锦机供货 家里囤了不少咸蛋 真有人买 他也能卖 我能问问价钱吗 妇人道 苏小小想了想 说道 一个算您十八文 买五十个 可以十七文卖给您 妇人啊了一声 道 你们蛋黄酥 才卖二十文一个呢 苏小小解释道 蛋黄酥只用了蛋黄 您买的是整颗咸蛋 咸蛋的成本 可全在蛋清里了 蛋清咸呢 古代言贵啊 啊 这 妇人一脸纠结 你便宜卖给我 我日后给你介绍生意 您要多少 苏小小问 我原先只想要几十个 可你这价钱 妇人犹豫了一番叹气道 我要是买一百个 能再便宜点吗 苏小小道 十六文 不能再少了 妇人一咬牙 行吧 啥时候能拿到货 苏小小道 最晚后天早上 妇人叮嘱道 那咱们可说好了 姑娘你不许反悔的 我儿子恰巧是 后天的马车 过了后天 他人就走了 苏小小点头 行 谨记 妇人去向和掌柜负命 和掌柜 已经办妥了 十六文一个 一共一百个 他答应后天早上 把咸蛋带来 和掌柜问道 确定不会出岔子 妇人道 我定金也付了 这丫头的人品 我瞧住还行 不会实言的小二 不以为意地说道 哼 人品还行 就不会给咱们 紧急断供了 妇人不吭声 不做评价 和掌柜 给小二使了个颜色 小二掏出一个钱袋 递给妇人 妇人双手接过 多谢和掌柜 夫人离开后 小二满面笑容地说道 掌柜的 还是你厉害啊 知道去找西班子的人 来假扮客人 那丫头被蒙在鼓里 怕是还在沾沾自喜呢 等后天我们拿到货 再去好生收拾那丫头 届时不必再顾忌什么 那丫头的好日子到头了 接下来的两天 苏小小出探出的异常顺利 警机就像是妥协了似的 任由苏小小与苏二狗的生意再好 也没再来找姐弟俩的麻烦 这一日 姐弟俩卖完点心 妇人按照约定的时间 过来取了货 一共一百个 全是完好的 妇人点了货 结了账 难掩笑意地说道 姑娘 真是多谢你了 第102章转机 还想跑 哥几个看你今日往哪里跑 一个小胡同里 几个打手围住了一个 形容狼狈的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原是想逃的 可大富翩翩的他 如何是几个年轻壮汉的对手 不多时便被堵进了死胡同 几人拳脚相夹 中年男子蜷缩住身子 用双手死死抱住头 你们放过我吧 我真的没钱了 还不上啊 还不上你借什么债 不是我借的 你们找错人了 找错人 上面愣了你的手印 你当哥几个眼瞎 又是一轮拳打脚踢 苏小小与苏二狗路过巷子时 下意识地朝里望了一眼 苏二狗咽了一声 姐 那人的声音听着有点耳熟 不会是扶郎中吧 中年人 又耳熟的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扶郎中 一个打手瞧见了姐弟俩 大声训斥道 看什么看 再看连你们一起揍了 你大爷的 苏小恶霸被激怒了 恰巧他吃完了最后一口饼子 将竹叶揉成一团 毫不客气地朝那人砸了过去 那人被砸了一脸 疼到是不疼 可打脸呀 有目有 双方就这么干起来了 打架 苏家恶霸没怕过 这三个也就是赌方的小打手 不成气候 苏小小压根儿没出手呢 苏二狗一人搜嗡 搜叶了全场 三人骂骂咧咧地跑了 苏二狗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等他把蜷缩在地上的人扶起来时 终于明白不对劲来自何处了 他嫌弃地撇了撇嘴儿 一 怎么是你 孙掌柜也错愕地张大了嘴巴 苏 苏小兄弟 苏姑娘 他万万没料到 救了自己的人 竟是自己曾经的对手 苏小小与苏二狗 想当初 他多风光啊 都不拿正眼瞧解弟俩的 可如今 他四处躲债 昔日风光不在 怎一个惨自了得 苏二狗问道 姓孙的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样 孙掌柜脱力地扶住墙壁 靠墙坐下 唉声叹气道 唉 快别提了苏小小双手抱怀 居高临下地看住他 提一提呗 好歹我们救了你 你让我们笑话你一下辈 孙掌柜 这么插刀真的好吗 不过东躲西藏了多日 他确实也憋了一肚子的话 不吐不快 他靠上身后冰冷的墙壁 仰头望向灰色无边的苍穹 锦记换了新掌柜 你们发现了吧 苏二狗道 笨啊 就那个姓河的 比你还不要脸 孙掌柜 你骂谁呢 孙掌柜自己给自己整理了一下情绪 继续道 我这些年为了锦记 风里来 雨里去 没一日不劳心劳力的 锦记能做大 我孙权敢说 我鞠躬至尾 扑 苏晓晓笑了 这货 居然叫孙权 刘备想跳出来打死你 孙掌柜受伤地看向苏晓晓 你还笑 苏晓晓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落井下石 我当然笑孙掌柜 这他妈到底是一对什么姐弟 总之 孙掌柜的遭遇概括起来 就是为锦记奉献了半辈子 把锦记当成自己的孩子 哪曾想到 投来他被锦记泄沫杀驴 那个姓河的 是东家的亲戚 他说道 苏晓晓恍然大悟 难怪这么嚣张 孙掌柜算是把自己的老底儿给接了 李子面子全坦坦荡荡地呈现在姐弟俩面前了 反正也没啥面子了 丢人就丢人吧 苏晓晓问道 你被人追债又是怎么一回事 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 孙掌柜的脸色更难看了 刚刚才哪儿到哪儿 这才是真正让男人颜面无存的时刻 苏晓晓看出他便秘一般痛苦的神色 瞎猜到 不会是你的小妾和别人跑了 还把你的私房钱卷走了 又急了一屁股债 让你来当冤大头吧 苏二狗插腰大笑 哈哈 姐 世上哪儿有这么蠢 这么倒霉的男人 孙掌柜不说话了 苏二狗说了笑 真有啊 苏晓晓同情地拍了拍孙掌柜的肩膀 下一秒 姐弟俩哈哈哈哈哈哈笑不活了 姐弟俩笑完 孙掌柜都麻了 可他能说啥 还不都是自己做的 苏晓晓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呼 这得捡了二两 传闻中的笑厨腹肌 孙掌柜道 你生意做得越发大了 我那天路过景记 看见你摊子前排队的人 比景记门口的还多 苏晓晓神气道 是啊 羡慕吧 孙掌柜叹了口气 是我小瞧你了 丫头 你非持中物 苏晓晓大言不惭地说道 小瞧我的人多了 不差你一个 不过以后这种大实话 多说几句也没什么的 孙掌柜真是头一次见 脸皮这么厚的 还给景记供货呢 他问 没了苏晓晓说 信和得不做人 小年我们走 还派人在路上 围堵我们苏二狗 绣了绣自己的小公二头鸡 结果被我们狠狠揍了 你这丫头 是个骨头硬的 孙掌柜想到了什么 忽然痛快地笑了 那景记可玩了 苏晓晓探道 玩什么玩啊 一个蛋黄苏而已 不卖了生意 还是很好的 孙掌柜笑道 你不知道吧 明日便是七元外加的寿宴 当初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不知跑了多少关系 才把点心送进了七家 七老夫人尝过之后 看上了老婆饼与蛋黄苏 尤其是蛋黄苏 七老夫人说 少了什么 也不能少了这道点心 现在你不给景记供货了 他们的蛋黄苏做不出来 弄砸了七家的寿宴 那可是会在大跟头的 听了这话 苏晓晓非但没幸灾乐祸 反倒是少有的沉默了 七家的寿宴 要多少个蛋黄苏 他问道 孙掌柜道 一百个苏晓晓眉头一皱 是他 怎么了 孙掌柜被苏晓晓突如其来的反应 弄猛了 苏晓晓道 这两天太风平浪静了 紧记没找我们的茬 有个妇人找我买了一百个咸鸭蛋 这几句看似毫无联系 可孙掌柜是何等人精 当即听出了端倪 他脸色大变 是信和的派来的 他买走了你的食材 那个妇人不是给自己儿子买的 是给信和的跑腿的 苏二狗气死了 信和的太可恶了 苏晓晓眉头紧皱 但很快 他的眉头舒展开来 他勾唇一笑 你是年前谈下的生意吧 第103章上门 孙掌柜道 是啊 苏晓晓笑了 年前 我还没给紧记供货 你是拿着从我这儿买走的蛋黄苏 给七老夫人品尝的吧 嗨嗨 孙掌柜尴尬的清了清嗓子 这不是没有原材料吗 孙掌柜是有经商的头脑与天赋的 最重要的是这丝的胆子够大 没到手的生意也敢先卖出去 孙掌柜这一手 算是帮了他大忙 丫头 你在想什么 孙掌柜问 苏晓晓道 我在想 我的蛋黄苏不是那么容易模仿的 如果七老夫人发现 这次的味道与之前吃过的不一样 你说他老人家会不会不高兴 嗨 孙掌柜倒抽一看凉气 他适才没想到这一茬儿 没错 哪怕是得了酥小小的配方 可做出来的点心 也仍是有细微口感上的差别 老婆饼如是 栗子高益如是 至于说蛋黄酥 咸蛋黄今年才到货 而他已经不是紧急的掌柜了 没尝过那边到底做得怎么样 孙掌柜道 可万一七老夫人尝不出来呢 口感上是有点差别 可差别不大 况且 就算你自己做 也不能保证每一锅的口感都一模一样吧 我听人说 锦基的大厨过年也没歇息 专心在家苦修火候 就是为了掌握你的那几道配方 你说的都有可能 苏小小不是妄自菲薄之辈 但也不会盲目自信 你还进得去七家吗 孙掌柜叹气 七家是与锦基做生意 又不是与我孙权 估计是难了 十两 哎 我是真没辙 二十两 我都说了 三十两 爱你这丫头 苏小小道 二狗 去把方才那伙人叫过来 说孙掌柜给他们了 孙掌柜一个机灵 我突然想起来 七家的丁嬷嬷是我老乡 天蒙蒙亮 和掌柜在小妾的伺候下 起了个大早 竟然是七老夫人的寿臣 也是锦基与七家的第一笔合作 七家在府城也是说得上话的 只要这笔生意做成了 他们谨记何愁在府城打不开局面呢 为表达对此丹生意的重视 和掌柜决定亲自去给七家送货 他下了楼 来到后厨 点心做好了吗 他问道 小二从后厨出来 笑呵呵地道 您就放心吧 我盯了一晚上 保证不会出任何岔子 点心是五更天开始做的 盯一晚上 牛吹到天上去了 和掌柜懒得掰扯这些小事 让人把点心装进石盒 拿上他的马车 他自己也坐了上去 同去的还有小二 以及锦基的一个老伙计 一行人抵达七家 别看锦基是镇上最大的点心铺子 可与七家这样的富贵人家以比 简直有些不够看 和掌柜没有走正门的资格 他的马车停在了后门外 出来接待他们的是 七家的一个小管事 上回不是你 小管事皱眉道 和掌柜客气说道 我是锦基的新掌柜 我姓何 那边那边儿 灯笼别挂错了 小管事冲一边的小丝吆喝 言罢 又看向何掌柜 你说啥 行了 进来吧 一个小小的管事 竟然不将自己这个大掌柜 放在眼里 和掌柜内心是不愤的 然而他也明白 七家是信花镇 最位高权重的家族之一 他们锦记得罪不起 小的说过了 不必您亲自来 小二也替自家主子抱不平 本以为掌柜亲自上门 多少能收到一点礼遇 谁料啊 七家的下人狗眼看人低 对他们爱理不理的 和掌柜弹道 小喽啰而已 等他得了七老夫人的垂青 这等没眼力进而的下人 还不是一句话就能打发的事 那边 一个花容月貌的小丫鬟 打着灯笼过来了 亲儿姑娘 这么早啊 对和掌柜等人爱搭不理的小管事 遇上这个丫鬟 竟露出了讨好谄媚的笑 丫鬟道 老夫人起了 紧急的点心是不是到了 老夫人说 先拿去给他尝尝 小管事笑道 这种事儿 亲儿姑娘吩咐一声就好 何苦自己走一趟 亲儿姑娘先去 我来送 丫鬟道 可别挑喳喳呼呼的人 仔细吵了老夫人亲近啊 是 是 小管事笑住转过身 脸上的表情一冷 对和掌柜道 点心和掌柜 对小二与老伙计使了个眼色 二人将一个又一个的石盒拎进来 交给小管事 小管事又叫来几个机灵的下人 跟住丫鬟一道 将点心给七老夫人端了过去 小二望着对方 鸟鸟拼停的背影 咽了咽口水 小声道 掌柜的 七家不愧是大户人家呀 连个丫鬟也比月红楼的姑娘标志多了 月红楼 杏花镇的烟花之地 和掌柜恨不能一脚踹了她 拿七家的丫鬟与青楼女子做比较 是嫌自己命长吗 和掌柜在后厨外的院子里等住 不是等结账 而是等七老夫人的反馈 她有信心 七老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指不定还会要见见她 她万万没料到的是 没等来七夫人的召见 倒是等来了亲儿姑娘的疑通怒骂 你们送的什么点心啊 和上次的根本不一样 老夫人生气了 说好的锦记的点心 谁让你们换地方买了 小管师一头雾水 转头看向和掌柜 和掌柜道 亲儿姑娘 我们就是锦记的亲儿气氛道 那你们是换厨子了 和掌柜忙道 没啊 今儿的点心 全是咱们锦记的大厨做的 没假手于人 平日里卖的点心 是大厨指点一二 别的厨子分担着做 七家的寿宴事关重大 全是大厨轻力轻微 轻而冷声道 那味道怎么不一样啊 和掌柜皱了皱眉 厨子是没变的 难道是那丫头 给他们供了劣质的咸蛋 这时 一个小厨脚步匆匆地跑了过来 张管师 紧记的人来了 说是来送寿宴点心的 和掌柜的毛子里 略过一丝错愕 我们才是紧记的 怎么会又来了的紧记 小厨看了看和掌柜 对自家管师道 那人姓孙 是尚回来过的 谢谢你